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先帶大家來關注這個原本是熱帶性低氣壓 今天下午兩點的時候 已經確定生成成今年的第三號颱風 可以看到目前原本這個熱帶性低氣壓 就在菲律賓東方海面上 在今天下午兩點確定生成成颱風之後 目前它的中心在俄安比的東南方海面上 朝著台灣的方向慢慢前進 預估它在下個禮拜三禮拜四的時候 會最接近台灣 而它的路徑就會先這樣子一直走 先經過巴士海峽之後就到琉球海面上 所以最快下個禮拜二的時候 就有機會會發布海上颱風警報 而這個颱風的威力如何呢 帶你來看一下最新的颱風消息 可以看到現在目前青台凱米 移動時速是每小時八公里的方向 一直持續的往台灣的方向前進 那它在下個禮拜二的時候呢 越來越靠近台灣禮拜三禮拜四 才會對台灣會有比較劇烈的影響 而除了這個颱風之外 原本在旁邊還有一個熱帶性低氣壓 目前氣象署呢 針對這個熱帶性低氣壓 認為說它的威力並沒有增強 所以對台灣距離也滿遠的 所以不會對台灣造成太大的影響 而除了颱風消息之外 這兩天高溫資訊也要帶大家來關注一下 其實颱風越來越靠近 但是在颱風到達之前 全台幾乎都是非常高溫炎熱的 可以看到氣象署幾乎針對全台灣 都發布了高溫警訊 可以看到在屏東地區 已經亮起了紅色燈號 也就是說在屏東啊 可能會有連續三十八度以上的高溫 至於在幾乎全台的地方 包括像是雙北 苗栗還有嘉義啊 還有包括花蓮台東都亮起了 橙色燈號 也就是說在這幾個地方啊 都有可能會有連續三十六度以上的高溫 所以提醒全台的觀眾朋友 接下來這兩天都還是非常的高溫炎熱的天氣狀況 接著帶您看到北部未來五天的溫度變化 可以看到禮拜天 禮拜一 在北部地區的水氣會稍微少一點點 高溫有機會來到三十六度 不過到下個禮拜 颱風越來越靠近的時候 在北部地區 有機會會溫度稍微下降一些些 大約落在三十四度 也會開始轉為憂鬱的天氣形態 而再看到中南部地區 中南部地區就更熱一點了 可以看到最高溫都有機會來到三十五 三十六度 甚至在中午太陽露點的時候 太陽曝曬的狀況之下 在中南部地區 體感溫度有機會會將近四十度 那同樣到下個禮拜的時候 颱風越來越靠近外圍環流影響 所以在中南部地區的溫度也會稍微下降一點點 大約落在三十四度 最後替您統整了未來一週的天氣狀況 可以看到禮拜六禮拜天 全台幾乎都是非常晴朗炎熱的 所以要慎防一些極端高溫 甚至體感溫度有機會來到四十度 午後對流的範圍會慢慢縮小一點點 靠近山區要留意的是 會有劇烈的降雨 像午後雷震雨等等 而下個禮拜啊 颱風靠近之後 要注意的是 禮拜二禮拜三開始 全台的水氣就會比較偏多一些些 以上是這節最新的氣象資訊